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俠子思辯,我是俠子班人 不知道大家手上高拿著什麼呢? 我相信九成的人都會回答手提電話 手提電話已經變成我們手掌上高的一部分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你就跟這個電話每天黏著,形影不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或者記不記得 如果我問你一個問題 手提電話,提起這四個字,你會想起哪一位人物呢? 相信很多人都會說一個 當然是Apple,Steve Jobs 他當然是帶來我們全新的領域 可以說帶我們進入智能時代的始祖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發明了電話上沒有按鈕 12345678,如果你問現在的小朋友 他們可能連有按鈕的電話 又或者收提電話,他們都沒有見過 現在的小朋友,你問一下他們 我家電話多好呢? 基本上他們直接不知道有家電話這件事發生 如果你還跟他們說我以前的電話是要撥想的 他更加會覺得莫名其妙的一件事 而我們提到,大部份人都會想起Steve Jobs 但是手提電話是哪一個發明的? 又或者是哪一個打通第一通電話 究竟用人知道呢? 其實我專門上網搜尋 是哪一個做這個電話 又或者說無線電話 不是有線電話的那隻 第一個無線電話是何時出現的呢? 其實就要提到,當然你說手機品牌 現在最出名的一定是Apple、Samsung、Sony 又或者華為 這四大品牌,當然還有小米 但是如果你再想回上一代呢 上一代會不會就已經是最強的那個 應該就是Lokia了 佔了全世界的市場 八九成都是Lokia 基本上電話扔都不難 你怎樣都會用回它 我試過中學那時 中五、中六 那時有些朋友帶電話回學 我自己也有一個 我忘記了是321008250 然後在六樓 因為我們高科門 就扔在地上 在花槽那邊撿上來 撿上去又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世界上最強勁的 最硬的電話 應該都是Lokia和屬的 但是說到 你的電話是何時出生的呢? Lokia第一部電話的出現 就會在1984年的時候出生的 它就叫Mogola 它的款式 可以有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基本上就像一個手袋一樣 然後扔了一個電話 你帶出去是要手拿著那個袋 然後手拿著那個電話 這樣去談的 之後就會有Talkman 或者Cityman 那些好像大哥大類型的電話 就開始普及全世界了 但是它的第一部電話 就在1984年出現了 但是這個是Lokia的第一部電話 我們說全地球全人類 第一部的流動電話 手提電話是何時出現的呢? 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這間公司了 其實就是Motorua 在1973年的時間 這個Martin Copper 他就首先在一條大街那裏 然後拿他的手提電話出來 把電話給一間公司 一個實驗室 就叫貝爾實驗室 他就完成了 第一通的手提電話流動通訊的發生 全球是為之震撼的 但是你想想 他這個電話在1973年的時候 全面世給大家看 其實他需要時隔了九年十年 才會出到第一部電話 是民用的 給大家使用的 Lokia 整個流程都要1991年至92年 才會出的第一部 所以整個時間 基本上就是被Motorua玩了 然後Lokia出來 打贏了整個世界 剛才有提及到一點 Martin就在紐約大街那時 打了一封電話給貝爾實驗室 而大家要知道 貝爾實驗室有一個全名的 其實他就叫洛基亞貝爾實驗室 有人最諷刺的地方 大家都研究手提電話 大家都研究通訊網絡 而Martin就用蜂窩網絡 完成了他第一通電話 打出第一個電話 而令到他的對手 即是他的競爭對手Rokia 感到非常不解 又或者非常頭痛 而且我單身了9年 這個電話叫Diamontag 這個電話已經很像Lokia 之後推出的一本大哥大 就是這樣 當然Motorola也成為了當時的整個新聞的焦點 也成為了全球的焦點 一個通訊網絡的發展 可以說是一個奇異點 但就是這個人的想法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發明家 科學家 又或者是很喜歡研究這些行動網絡的人 所以他就造就了 我給別人快 我亦都出得給別人新 其實你說這個通訊科技是否最新的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說回很多以前 軍事上高的行動 他們都已經有很多 Walki Talki 只不過是那個網劑 網絡不同的 我們就稱之Martin Copper 那個時代出的 行動電話 就叫做1G 當然那時候他們就是用 模擬語音程式 去走通訊的設備 如果你說有了解到 其實你怎樣去運作 他都是需要一個機站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接點 然後就所有的訊息傳到一個機站 然後那個機站就分發回每一個小區 而這個模式其實就很像現在的5G 都要興建很多不同的機站 然後分配到不同的點 給別人接收 當然 由1G 到5G 又怎會這麼簡單呢 遲些有興趣的話 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再跟大家講解深入一點 由1G 2G 3G 4G 到5G 其實這個通訊網絡在走一個什麼的路呢 又或者其實 將來5G之後 6G又會是怎樣的制式 怎樣的發生 到時又會有產生到什麼的變化呢 到現在5G 一些大數據 或者很多不同的即時通訊 又或者高清的影片下載 速度已經是 跟以前的 我們說的好像電腦那樣 56K 怎樣現在去到已經是幾TB 完全不同的世界 也是每一個爆發位 每一個G 都可以說是一個節點 但是奇異點 一定是說Martin Copper這個人 他就打通了打通電話 就打開了這個人類的流動電話的世界 OK 那今集的時間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是funny的 那你就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又或者按訂閱 希望我笑眼中有什麼最新的思編資訊 第一時間和大家分享 今集到這裡和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